可是在我們這個天龍國之外的 比如從臺中的觀點來看 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你應該是要去打柯文哲 去打黃珊珊 尤其剛剛袁之兄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你非常有感的 你說臺北市過去沒有副市長來選 副市長來選 這個村里長資源都綁得很好 為什麼袁之兄會這樣講 因為他新北經驗 現在要臺北實現了 侯友宜 侯友宜就是當年 就是副市長 侯友宜四年前二月就辭職 他當時就是副市長 所以說其實他在朱立倫任內 那時候袁之兄也在這個新北市政府 所以當然也清楚說 如果這個副市長有這樣的資源 有這樣的人脈 有這樣的這個經營 當然他的這個勝算很大 那其實這個蔣萬安 他應該要去打包括黃珊珊主政的這個缺失 甚至他職工這個柯文哲也可以啊 現在文傑議員在這邊 文傑議員 應該去質疑這個柯文哲 欸 法定三個副市長 今天黃珊珊在選這個台北市的這個市長 上個禮拜我們看到蔡炳坤也不甘寂寞啊 也在自己的臉書說 台北美 台中美嗎 哦 他要選台中嗎 就是說他也在放風聲說 我對台中也有興趣 因為他是從台中出生的嘛 所以我覺得台北市議會齁 應該要好好的針對這三位副市長齁 那個在當副市長 卻想著選市長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台北市民的這個高度的政治智慧 應該是不能容忍柯文哲以及柯P團隊 市政府的資源不僅是拿來選這個台北市市長啊 甚至俠這個台北市副市長的這個名望 也想要來選這個台中市市長 台中還有彭震森想選高雄不是嗎 哇 你看那這樣子就三個三劍連齊八 這還像話嗎 所以說柯P他在最後七個月 他握有這個台北市長的這個職務的時候 你看2022的這個六都市長的選舉 他想要攔指其中的三都啊 那為了什麼 當然是為了他後續2024的這個算盤 但是算盤不是說你今天這樣打就有用嗎 你要看你的這個社會的支持度夠不夠 但要看你的對手如何 蔣萬安看起來就已經被打得有點鼻尖臉腫 所以說蔣萬安應該回到拋棄 或是說先撇開他這個蔣家後代的這個包袱 因為他覺得說他除了蔣家後代他還有什麼 他現在認為說我蔣家後代我可能要溫文如搖 我可能要守住鎮籃 我可能不能橫衝直撞 不能在那邊對黃珊珊大小生 那其實他錯了 那現在選民的這個選擇的標準 已經不是看你黨國之後 不是看你的血統論了嘛 換起來他的血統論也有可能有大大的問號 就是剛剛文傑說的啊 這個他到底是不是蔣家後代 現在都還是個問號呢 你自己一直說以蔣家人為榮 那我們要證明你是不是蔣家人為榮 你去跟我驗DNA啊 十一月十六號之前你不去驗 那就表示你是不是蔣家人你真是一個騙局 以蔣家人為榮 更別講第二 這一波戰爭也是他自己挑起來的 他去跟人家蘇貞昌對 然後叫蘇貞昌你要承諾不確定 然後被蘇貞昌KO到地上 變成街頭小混混 然後蘇貞昌把他打得滿頭包 類似他自己去挑戰來的 這一波也是啊 是他先罵黃珊珊呢 說他市政不好 然後七成的人都要移民 可是剛才這個 原資特別提醒我們了 他的副市長 要不要辭職 侯友宜是二月辭職的 要選舉 那請問你 好 黃珊珊如果要辭職 那請問你 那蔣萬安要不要辭職 所以蔣萬安現在問到的問題 是你只要這個左邊有一個石頭 右邊這個石頭就打回到你嗎 你剛才說了 但是蔣萬安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蔣萬安他是民意代表 但是黃珊珊他會有行政不中立的問題 但是選民一定不會這樣想嗎 選民一定會做一個聯想嗎 這樣的情況之下 蔣萬安是有麻煩 怪不得 所以葉原資剛才那個憂心不是裝的 是真的 難得看到他真心誠意的 講一件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蔣萬安一直搞錯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按照現在的這種聲勢來講的話 如果你是第一名 理論上應該是採取守勢 那守你就要守得滴水不漏 甚至說你要知道 你未來有可能哪些點會被攻擊 但是問題是蔣萬安選到現在 看起來是黃珊珊不斷的在進攻 蔣萬安在防守 但是這個防守裡面 他卻像剛剛蔡雪講的 你東邊東邊動一塊石頭 你西邊就打到你自己身上 所以這個選戰目前看下來的話 真的沒有人讓人感覺到蔣萬安 有想要選舉的感覺 那再來是說克文哲自己也曾經講過 他說以前的臺北市長為什麼做不好 因為做第二任的時候 都在想著要選總統 但問題是你現在不只市長想選總統 你底下三個副市長 每個都想要跳槽去選別的縣市首長 等於是你整個行政機關 都在想著選舉的時候 那我真的覺得臺北人到底 就是你們到底把臺北人當成什麼 當成什麼樣子 所以在這場選戰當中 我覺得非常荒謬的是 每個人在他們該做的位置上 都沒有把該做的事情給做好 然後在進行選舉的時候 反而是說在進行這些工坊裡面 你們的政策就變成只剩下選舉 變成這種所謂的政治的語言的攻擊 那到底現在有沒有人端出 一個臺北市民想要看到的牛肉 目前好像也沒有看到 但是蔣萬安到底有沒有團隊 因為我問過很多人 陳東豪在我們節目裡面是說 蔣萬安有一個政大教授 還有一個朋友 就這兩個人 他沒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幕僚 這個王浩在我們節目裡面也說過了 就是上個禮拜 馬英九這些黨二代 這個他們在選舉的時候 黨國精心栽培也就罷了 人家的資歷洋洋灑灑 也就這個至少對於一般選民來講 還可以呼嚨過去嗎 還可以騙人嗎 對啊 人家有金普聰耶 原志 馬英九有金普聰耶 馬英九那張臉 比這個現在的蔣萬安 同樣年紀的時候 憑良心講那個照片一筆 馬英九的四十歲 比現在的蔣萬安 還要這個具有高度的魅力 人家旁邊有一個金普聰 金普聰什麼人啊 選舉上面有一度 大家還認為民進黨最怕的 國民黨的這個競選團隊的高手 就是金普聰 請各位把你的頻道轉到152台 請鎖定民視台灣台 蠟新聞152